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今年中國農曆年期間 售價299元人民幣 大約47美元一箱的紐西蘭 佳佩陽光金奇異果 一度買到斷貨 在有售賣入口食品和蔬菜水果的OLED市場 代裝的佳佩金奇異果也斷貨 相比之下 中國國產的奇異果雖然價價便宜 但卻沒有那麼受歡迎 中國奇異果的產量 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一 但在品質上 就一直無法與紐西蘭出產的相比 據騰訊網報道 1978年 中國科技部部長 跟隨中共副總理在美國訪問時 發現當地的奇異果廣受歡迎 回國後 中共副總理就安排科技部和林業部 在全國展開全面奇異果資源普查 說從此就開始展開奇異果的種植 而先前的中國奇異果大多數都是野生的 據《中國經營報》報道 四川省農科院農業信息與農村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顯示 長期以來 中國奇異果科技研發 與實際生產結合程度不緊密 自主研發並審定的品種 或品是120多個 但是實際栽種不到20種 優良品種的研發推廣 和生產管理技術脫節 導致中國的奇異果 某產水平只有1.1噸 據該報導的採訪消息 四川華盛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白峰表示 要形成技術體系 要與國內外的科研院進行合作 每一步都要請人幫忙 各方面的資金 計上來 已經投資了1億8千萬 但是還是非常困難 產量和品質都達不到 白峰表示 介配奇異果送到全世界的很多地方 基本口味成熟度都是一樣 在上海船船的地方吃 和在成都吃的成熟度都是一樣 講明整個產業鏈控制得非常精準 對比國外的奇異果產業 中國現在的科研不成體系和生產脫節 他說 中國產業研究沒有國外合作分工的程度高 各自研究自己的專業領域 而沒有協助配合 2010年 一種名叫PSA的細菌 截捲紐西蘭的果源 於是紐西蘭果農 集中培養能夠抵禦細菌攻擊的樹種 紐西蘭一家名叫Sisprey的企業 精算了一棵黃色的表皮光滑 名叫新高的金奇異果樹種 不過在2016年 一名中國果農 非法將該樹種走私到中國 雖然這名中國人被紐西蘭法院 判署1,400萬紐西蘭員的罰款 但是紐西蘭企業 又無法阻止中國果農 在中國本土 尤其是四川種植這種金奇異果 Sisprey曾提出山寨果園的合作方式 考慮是否應該和中國的非法種植者 進行一次種植試驗 限制他們的種植規模 並令雙方都獲益 但是後來該方案被否決 據華視網報導 有學者認為Sisprey這樣做 代表情況可能已經失控 意味在中國市場 企業已經失去對知識產權的控制 中共官方傳媒新華社旗下的刊物《半月談》 發表的一篇名為《農業晶片》 握在自己手裡 中植創新化解羊種子依賴風險的文章 裡面說 中國一些領域肉種創新 特別是基礎原始創新 與國際先進水平有差距 尤其是在一些地區 一些品種 羊種子佔比超過80% 甚至幾乎完全依靠入口 文章還提到 中國農業發展的問題 資源精準鑑定能力藥 無法篩選出具有高產優質的品種 厭有品種資源保護不足 很多地方品種正在快速消失 基因發掘能力藥 對農作物基因組研究技術不足 尚且未能形成能對資源成果 進行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 科研機構和企業缺乏有效合作 基礎薄藥 無法累積資源和技術 再加上使用化肥和農藥的問題 亦令中國農產品品質不好 對於中國國產其異果的品質 四川省達州市萬元市民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國內賣的品種有紅肉黃肉都是人工培植的 人工培植用很多化肥還有下很多農藥 連剝皮食也還有農藥味道 所以國產的好看也沒有人想買 國外金貴重斷貨 是因為國人知道產品質量好吃起來放心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嘉維 中原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